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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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后的支持 欢迎视频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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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深一跤前一跤的从医院赶到了钻警队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不赶快把警口压住 后果不堪设想 那还等什么赶紧行动吧 其实这个时候最合理的做法 应该是往泥浆里边倒重精石粉 因为重精石粉可以加快冷却钻头 封闭孔闭压制住油气压力 从而防止警喷进一步的扩大 可问题就出在这 现场没有重精石粉怎么办 王进喜看看周围 有什么用什么吧 赶紧把黄土和水泥倒进去 结果谁都能想到 这倒进去的水泥全都沉在了水底 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现场有没有搅拌机 有观众可能想到节目开始那张照片了 没错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王进喜不顾腿伤 扑通一声跳江下去 他跳球去干什么呀 这点你是绝对想不到 他要当人工搅拌机 只见他双手不停的奋力挥动 试图把泥浆池底部的水泥搅上来 防止警喷继续发生 看到这一幕 大伙是一个接着一个 跟着王进喜跳了下去 整整搅和了三个小时 才算是把警喷制服了 保住了警驾和钻机 就是在这种舍生忘死把采油当作最高任务的精神的指引之下 1960年6月1日 大庆油田实现了首次原油外运 第一辆载有600吨原油的列车 带着所有石油工人的期盼和心血 缓缓开移出了大庆油田 到了1963年 大庆油田已经累计打井1178口 原油生产已经达到了439.3万吨 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8% 就在同一年 周恩来总理宣布 我国需要的石油 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 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自给自足了 也就是说 从那一刻开始 中国就把贫油国的帽子彻底甩掉了 而铁人王晋喜的事迹 和整个大庆呈现出来的大庆精神 成为了全国人民争相传颂和效仿的对象 一时间 全国都想起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 王晋喜也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 令人惋惜的是 铁人毕竟不是真的铁人 王晋喜的身子骨不可能是铁打的 在这种高压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 1970年 王晋喜被确诊为胃癌 病情急速恶化 医生无力回天 同年的11月15号的晚上 铁人王晋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年纪47岁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 大庆油田的产油量 已经突破了二十亿吨 当年王晋喜带领的 1205队打下的第一口油警 仍然在喷油 他就像铁人王晋喜的精神一样 一直传承到了现在 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人民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